俗话说 惹谁都不要惹女人 特别是不要惹被爱恨情仇困扰的女人 因为她们一旦狠起来 就连自己都不放过 一段时间以来 她这个人一点规矩都没有 包括银行卡使用规矩了 手机规矩了 都没有了 时间 2012年11月某一天 地点 浙江省诸记市 这一天 警方接到报警 一名女子称自己的大哥于幻中的行踪异场 自己好几天都无法联系上他 女子告诉民警 大哥于幻中的电话打不通后 自己联系了嫂子 没想到嫂子却说 大哥拿着家里保险柜的八万块钱 跟别的女人私奔了 他觉得事情非常蹊跷 所以来到了公安局报警 据了解 于幻中今年45岁 生性豪赌 妻子编爱凤魏子和他吵闹了很多年 所以民警不排除他有卷款出走的可能 但是 经过调查 警方发现于幻中的手机和银行卡 在近期都没有使用的痕迹 各大酒店宾馆也没有入住记录 这说明于幻中并不像是离家出走 更像是人间蒸发了 此外 民警对他的邻居走访调查后了解到 于幻中失踪之前曾经和妻子发生过争吵 关键的是争吵的时间是在凌晨 而且邻居还隐约听到了呼救声 我听到有人喊救命 很大声的那种产气的那种声音 好像就是很绝望的那种叫法 然后听见 蹦蹦蹦 什么东西在撞墙之类的这种声音 撕心裂肺的呼救声和撞墙声 意味着余患中失踪的背后 绝非是其妻子说的那么简单 难道他遭遇了不测 对于民警的说法 边爱奉极力否认 一再强调他和丈夫只是普通的争吵 并没有发生过呼救这回事 对于嫂子的说法 余患中的妹妹并不认同 他认为嫂子很有可能将大哥置于死地了 因为就在上个月就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在2012年10月的时候 余患中在家中就差点因为煤气中毒死亡 要不是他妹妹及时赶到 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没有证据显示煤气是边爱奉放的 但余患中的家人还是经常去找他麻烦 不堪其扰的边爱奉 在余患中失踪后 甚至直接把房子租了出去 种种迹象表明 边爱奉很可能在与丈夫的争吵过程中 做出了过激行为 那么会不会是他将余患中非法拘禁了呢 带着怀疑 民警对边爱奉出租出去的房子进行了勘查 虽然房子被租客清理过 但民警还是在隐秘的角落 发现了余患中的血迹 显然 余患中很可能不是失踪 更大的可能是在自己家中遭到了毒手 而他的妻子边爱奉则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但是警方不可能因为几滴血迹 就证明余患中已经遇害 也没有证据证实边爱奉就是凶手 于是民警对边爱奉展开了详细调查 原来早在2009年 也为余患中沉迷赌博 边爱奉就和他离了婚 但两人却一直保持着联系 有一段时间 余患中经常找人说好话 希望能够和妻子重新一起生活 考虑到孩子未成年的原因 边爱奉同意了丈夫回到家里居住 不过他却一直没有复婚的念头 这个结果让余患中不能接受 也为边爱奉做生意的原因 家里的财政大权一直是他掌握着 而余患中又想要钱去打牌 不复婚的话 单靠打工的收入 无法支撑他每天去棋牌式挥霍 为此两人的争吵就一直没有断过 余患中妹妹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 也为就在余患中失踪前一天 她的邻居曾经见过一个陌生男人来找过他 难道这个男人就是边爱奉哥哥派来的人 民警立即排查了边爱奉那天的活动轨迹 发现在11月20号傍晚的时候 他曾经在汽车站接了一个从外地过来的人 并且入住了某家宾馆 此人与边爱奉联系密切 并且出现的时间与余患中失踪的时间太过巧合 警方认为如果余患中真的遭遇不测 以边爱奉的能力应该无法单独对他实施侵害 那么这个陌生男人就很有嫌疑 2013年1月18日 经过一个半月的追踪排查 民警在江西易阳成功将该男子抓获 吴文华47岁江西省一洋人 还没等警方审讯 吴文华就主动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 原来早在2012年10月 吴文华就接到一个恩人的电话 说是请他办成一个上海的商户联系余患中谈生意 然后趁机将余患中除掉 听到是一个杀人计划 吴文华刚开始并不肯帮忙 但是想到恩人曾经帮助过自己 有承诺事成之后有一笔不菲的费用 于是他按照恩人的要求赶到了朱吉市 在11月22日杀害了余患中 但仅凭他的一面之词 警方无法认定余患中已经遇害 所以在吴文华的指认下 民警开始了长时间的打捞工作 终于在朱吉市浦阳江里找到了两块骨头 通过与余患中的儿子进行DNA鉴定 证实骨头属于余患中 证据确凿 警方开始对吴文华口中所说的恩人展开调查 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 只是吴文华杀人的却并不是边爱疯 而是一个叫阳国泉的43岁男子 之所以是他的恩人 那是因为在很多年以前 吴文华在阳国泉的工厂里打工时 曾经受到阳国泉的帮助 吴文华为了钱和报恩受捕杀人 这个作案动机可以理解 那么阳国泉又为什么要杀害余患中呢 原来在2009年的时候 余患中和边爱疯离婚后 边爱疯就和阳国泉因为生意来往认识了 两人相见很晚 很快就确立了情人关系 即使余患中搬回了家里居住后 边爱疯也没有和阳国泉分开 而这件事情深深刺痛了想要复婚的余患中 于是余患中不停找阳国泉的麻烦 在2012年7月24日晚上 忍无可忍的余患中偷偷跟踪边爱疯 看到他和阳国泉在车上准备做苟且之事时 他提着一把菜刀就冲了上去 在阳国泉的肩膀和大腿上可卡了一刀 并且还架在边爱疯的脖子上 威胁他如果再和阳国泉来往 就别怪他心狠手辣 杨国泉因为害怕被妻子和子女知道自己在外面有女人 所以希望稀释宁人 就没有追究余患中砍伤自己的责任 并保证以后和边爱疯断绝来往 然而暗地里两人仍然于情未了 经常偷偷约会 余患中也不相信两人会不再联系 所以他每天刀不离身 以此恐吓边爱疯 更是为了一些小事就对他又打又骂 同时对阳国泉的骚扰也没有停止 导致阳国泉被威逼的疲惫不堪 所以两人就商量着想办法除掉余患中 就在2012年10月20日 余患中又找边爱疯要钱赌博 但边爱疯无论如何也不肯给 结果两人发生了打斗 最后更是闹到了派出所 而因为这件事 彻底让边爱疯和阳国泉下定了决心要除掉余患中 于是阳国泉立即联系了早就约定好的吴文华 让他准备动手 10月21日晚上 两人一起到汽车站接到了从江西赶来的吴文华 并一起入住到了某宾馆 按照计划 吴文华伪装成来自上海的商户 用陌生的号码把余患中约出来谈生意 于是第二天 余患中来到火车站 见到了假装刚从上海来到朱济市的吴文华 但是火车站上人来人往 根本下不了手 两人吃完饭就分开了 当天晚上10点左右 阳国泉接到边爱疯的信息 说余患中喝了酒在家睡觉 他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于是准备了绳子 蛇皮带和木棍 驱车来到了边爱疯的家中 用边爱疯事先给他们的钥匙打开了大门 我没坐身 然后他们俩进到余患中的房间 后来听到余患中从房间跑了出来 在一阵打斗声和呼救声后 余患中彻底没有了声息 吴文华和阳国泉就用绳子将他的尸体绑了起来 准备毁尸灭迹 三人害怕事情败露 就将尸体拉到了阳国泉工厂里一个隐蔽的房间 然后残忍地将余患中分尸 把尸块扔到了浦阳江里面 事后 阳国泉和边爱疯先后给了吴文华八万块 让他回到江西躲藏起来 但没想到警方这么快就找到了他 最后 三人都难逃罚网 至此 案件真相大白 余患中被害死 边爱疯进了监狱 留下了年迈的父母和未成年的孩子无人照顾 一家人的境遇实在让人感叹 余患中的妹妹至今还不相信 大嫂会勾结情人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 虽然她和大哥没有复婚 按理说大哥是没有理由阻拦大嫂追求真爱 但是 大嫂和一个有妇之夫成为情人 还是让她无法接受 记得在二十年前的祖屋里 大哥和大嫂从来没有红过脸 两人非常恩爱 生活幸福美满 可后来家里有钱之后 大哥渐渐迷上了赌博 最后彻底毁掉了家庭 归根到底 此案中的四个人都抱着不同的目的 余患中想要复婚 编爱凤想要摆脱前夫的纠缠 杨国泉想继续保持着与编爱凤不正当的关系 而吴文华报恩是假 真正的目的无非是想赚一笔不义之财 但是 这些都不是他们藐视法律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理由 死者一世 等待生者的将是法律公正严明的审判 草猪 也有为人